一个男孩从防空洞中爬出,行里只有蓝色的午餐盒,远处有狗沸身传来,而旁边的泥路上躺着肢体残破的死尸,这座小镇此刻竟只有男孩一个活人。 大家好,我是电影迷小雅,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美剧《梦魇绝阵》第一集第四集。 群聚屋内,维克多在纸上画着熟睡的朱莉,而她腿上放着的正是那个蓝色的午餐盒,显然她就是开头出现的男孩。 醒来的朱莉被吓了一跳,维克多却开始自言自语,有时候你以为在做梦,其实那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。 她想起了以前的事,但没有解释,在朱莉一脸懵圈时离开了。 这个清晨,莎拉照常去餐馆上班,吉姆的妻子塔克在餐桌前以泪洗面,伊森发现母亲哭了,她天真的问原因,塔克却说是头疼导致的。 吉姆转移话题说,餐厅有美食,决定带儿子去那边吃饭,而塔克申请留在家收拾行李。 他们去餐厅的路上遇见了史蒂文,这位警长正拉着一辆拖车,车里用黄布盖着弗兰克被撕碎的尸体, 她不想让孩子得知真相,即是说放着要交给神父的物资。 餐厅的人对伊森也很温柔,为了逗她开心,专门给她制作了心心念念的煎饼, 还像普通桌子说成VIP贵宾专属座位,而死去的弗兰克却不被证明惦解。 史蒂文因为心中有愧,甚至不愿参加葬礼,神父也只能保证将尸体和她妻女合葬。 肯尼正忙着协助贾德适应小镇生活, 贾德是软件工程师,他一大早坐在防空洞门口发呆, 见肯尼过来二话不说带人进入洞内。 众所周知,防空洞里面空空如也, 但贾德当时在天花板看到了一个符号, 最里面还有个朝他尖叫的死尸, 现在这两样东西全部不见了, 他觉得那个场景是某种电脑特效, 可肯尼却不相信贾德,觉得他科要出现了幻觉。 贾德跟肯尼解释不清楚, 他觉得这个小镇的存在肯定有原因, 但证明却安于当下,不愿去找寻真相。 肯尼也很无奈,打算带贾德去警局看看, 与此同时,餐厅里的鸡母愁眉苦脸, 反倒是不知实情的伊森心情开朗, 他觉得这次经历好像英雄探险故事, 如果想回家,可能还得拯救什么人。 父亲不忍戳破儿子的幻想, 他借口去卫生间平复情绪, 这时,维克多走进了餐厅, 跟伊森继续上次的话题, 那些树挪动了四英寸, 不知不觉向人类的生活区逼近了。 虽然他知道事情严重, 但别人都以为他是疯子, 不会相信他。 他拿出一张白衣男孩的照片, 这是只有伊森和他才能看见的外人,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, 赶回来的吉姆就将话夺了过去, 还威胁维克多不要接近伊森。 伊森对父亲的做法很气愤, 回家后坐在客厅里不理人, 而吉姆此时也没心情哄他。 另一边, 朱莉正跟法蒂玛收衣服, 群聚屋分工明确, 私人物品共享, 他俩专门负责洗衣房的工作。 这时候, 母亲塔克走了过来, 拿着女儿的毛衣, 嘴上说着将衣服还给他, 实际上却想劝孩子跟他生活。 一家人身处陌生小镇, 要学会团结。 朱莉被塔克激怒, 他质问母亲,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家吗? 你与父亲私下决定要离婚了, 这次旅行不过是最后一次狂欢, 因为最小的儿子托马斯死亡, 他不顾另外两个孩子的感受, 决定在旅行结束后宣布噩耗。 现在即便他如何挽回, 朱莉也不想与他和好。 在这对母女吵架时, 贾德却在警局有了新发现, 史蒂文与肯尼确实做过调查, 他们在地图上标出了证明迷失小镇的地点, 发现证明来自四面八方, 好像小镇的出入口可以随意改变,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只能顺其自然。 贾德不想坐以待毙, 这时桌上的无线通讯忽然传出声响, 这让贾德喜出望外, 他不顾肯尼阻挠, 暴取通讯设备, 飞速离开警局。 另一边, 失望的塔克回了家, 他在门口遇见同样失落的丈夫, 两人因为离婚吵架, 就连室内的伊森也听见了。 不过, 伊森很快被后门的声响吸引, 原来是维多不死心, 偷偷来敲窗户, 他劝伊森和自己去森林找白衣男孩, 离开前, 他扔掉了伊森的拐杖, 只让孩子煮着个树枝, 伊森人小胆大, 答应了。 维多在找人时, 跟伊森说了一些事, 他是待在小镇时间最久的人, 很长一段时间, 镇里只有他一个人。 见到白衣男孩时, 他也是个孩子, 跟伊森年龄差不多大。 但当伊森询问他如何进入小镇, 以及他的家人, 维多却拒绝回答。 这时, 两人看见走在森林里的白衣男孩, 他们跟踪对方进入了树林深处。 在白衣男孩的指引下, 他们看见一棵古怪的树, 维多称之为远方的树, 然后随手将带有标记的石头扔进树洞, 但那棵石头竟然奇迹般地从高空落了回来。 这景象让伊森感到兴奋, 维多表示, 他已经司空见惯了, 树洞不仅对物有效果, 对人也能这么做。 问题是, 他没有特定的输送出口, 进去的东西再出来, 可能在附近, 也可能落到很远的地方, 而且远方的树有很多, 眼前这一棵树是新出现的。 可是, 在维多打量这棵树时, 他听见树洞里传来了犬吠声, 维多吓得捂住耳朵, 他脑海里忽然浮现当时刚进入小镇的场景, 除了尸体, 还有对着他狂叫的狗。 现在这些狗也被吉姆夫妻看见了, 他们成群结队, 包围了夫妻俩, 接着空中一声枪响, 那些狗害怕的跑远, 而开枪者居然是附近的维多。 伊森回到父母身边, 维多带着枪回到了群居屋, 他拿出屋内的各种水彩画, 刚入小镇的场景, 终于被拼凑完全, 当时除了地上随处可见的尸体和狗肺, 还有那个白衣男孩, 那些狗似乎听对方的话, 不仅没有攻击维多, 还追随着男孩的脚步跑远, 而男孩走到一个旋转设备前, 热情招呼维多, 跟他一起玩, 那个设备时至今日仍旧在转动。 但郑明对此却没有大惊小怪, 他们现在的生活态度, 更由来自史蒂文。 史蒂文正在修理铁皮屋, 神父担心他心态崩溃, 在他旁边叨叨不休。 在史蒂文来小镇前, 神父一周埋葬的人数, 比这两年还要多, 但史蒂文来了, 还找到了护身符, 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, 让小镇的人正常生活, 不仅仅是想保命, 现在他还是正名的主心骨, 绝不能因为弗兰克一蹶不振。 但过去三个月没有死人, 最近短短三天死了六个, 人们已经开始恐慌了, 神父希望史蒂文能打起精神, 告诉每个人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史蒂文没有理会神父的话, 但当吉姆因为维多拐走儿子的事找上他, 他却一扫阴霾情绪, 邀请吉姆一家聚一聚。 与此同时, 为了让朱莉更好地融入群居屋, 法蒂玛和爱丽丝给他准备了单人床铺, 床前还挂着窗帘, 以后他不用睡沙发, 还能拥有私人空间。 法蒂玛适时将塔克送来的毛衣递给他, 想让朱莉重新接手他的母亲。 而史蒂文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冷静, 他修剪了胡须, 换了套衣服, 忽然在镜子面前大声喊叫, 看起来是释放情绪, 脸上的神情却好似恶魔般凶狠, 但转头他却若无其事跟吉姆一家在餐厅吃饭, 他们其乐融融聊家庭琐事。 这时, 桌上的收音机突然自动亮起, 里面传出抒情的音乐, 史蒂文被肯尼喊出去谈事情, 伊森陪莎拉取来可口的红薯甜品, 但是当莎拉为这个孩子露出笑容时, 他手臂上却猛地青筋突起, 上面写道杀死那个男孩。 随后, 莎拉却因为精神不济倒地抽搐, 就好像前两天受伤的伊森在房车里一样, 难道他也犯了癫痫吗? 而诡异的世界没有到此终止, 维多好似又变得神经质, 他在群居屋外挖了六个坑, 映得证明人心惶惶, 但唐纳过来制止他也没有停下, 而是说想提前做好准备, 维多在为什么做准备呢? 这集导演又挖了很多坑, 远方的树从何而来? 维多说自己见过很多棵这种树, 小镇的这一棵却是刚碰见的, 是我表示小镇陷入了一个轮回。 维多经历了很多次, 这次由于史蒂文的存在, 小镇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故事, 但一切都还在往固定的结局发展, 所有人都会死, 因此维多挖了很多坟墓, 准备埋葬尸体, 而远方的树似乎是连接某个空间的通道, 这种通道难道跟高科技有关吗? 因为科技没有完全被掌控, 误入树洞里的人就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, 还有那个白衣男孩, 维多已经成了大人, 他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老, 就连衣着都没有改变, 难道他是小镇运行的某个核心芯片吗? 正在给维多或者伊森指引出回家的路, 但他为何会选上这两个人呢? 此外, 莎拉手臂皮肤能变换出现文字, 排除玄幻鬼怪的说法, 是否能认为他手臂是一块屏幕? 莎拉并不是人, 而是机器人或者某个逻辑程序, 而他在仓库工作的哥哥, 剧情太少了, 这位哥哥会是什么存在呢? 后续我将接着讲解这部剧, 想知道剧情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! 感谢观看